若果要找出星波在金屬传播的速率 我们可以用直接量度的方法 利用一条已知到长度的金属棒 找出星波密充从金属棒的一端 传到另一端所需要的时间 将距离即是金属棒的长度 随以这个时间 我们就可以找到星波在该金属的速率 金属棒的长度可以用米尺来量度 而时间就可以用以下的方法找出来 所需要的仪器包括一个准确度 去到0.01ms的计时器 Scalar Timer 一个用于开启计时器的触发线路 和一个用于关闭计时器的感应器 在这个实验 我们选用了一个压电风鸣器作为感应器 当弹簧片碰到金属棒的前端 并且将触发电路中的电容短路 电阻器就会产生一个电压密充信号 将计时器开动 与此同时 一个机械压缩密充 由金属棒的一端圆棒传到另一端 压力感应器利用压电效应 将收到的机械密充变为电压 令到计时器关闭 现在就将蛋黄取轻轻碰一下金属棒 大家可以见到计时器开始计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